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兄弟宠黑虎得着禀报之后 又惊又喜 惊之惊 眼前摆着一场血战 依乃通袍 怎忍心对哥哥下毒手 但是事情头儿逼得不这么干就不行啊 喜之喜 给老百姓除害就在眼前 因此他非常激动 把心服的几万大将叫过来 切记 怎么办如此 下去准备 哎 是 孙令 手下这几万爱将 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赶紧领领之后 分头准备去了 虫黑虎 带着虫英镖 列队到西关 迎接虫猴虎 哥俩见着面 黑虎建立之后 虫猴虎还挺受感动 兄弟 兄弟 哎 哥哥对不住你 以往呢 咱哥连封信都不通 可我觉着你是曹州侯 也是一阵的诸侯 吃喝不愁 也没有什么用着我的地方 所以我就没给你写信 各方面关照的都不够 贤弟 你可别生我的气啊 我真没想到 在紧要的关头 就看出后包来了 你能不远千里 前来助阵 帮助你这儿 守住重城 我心里是非常的感激啊 兄弟 过去那篇接过去 从今以后 咱哥俩从开始处 你看个哥哥 得怎么样对得起你 哎 哥哥 依乃同胞 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你路上也够辛苦的了 赶紧进城休息吧 哎哎哎哎 哥俩病马进城 甭提多亲热了 宠黑虎明白 他哥哥这个人 一肚子坏水 说话就不算数 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 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他可以不摘任何手段 什么亲兄弟 别名 他也得给卖了 幸亏我没犯在你手里 对这种人面财狼 不下毒手是不行的 如果他知道 我是受江子牙所拆 在城里卧底 他早就对我瞎了家伙了 两个人 各穿心服式 竟在不言中 回到阴安店 设宴款待宠黑虎 宠黑虎不放心就问 兄弟 最近的战事怎么样 没打呀 自从我来了之后 就打过一仗 小有胜利 因为深感力量不足 一切都等着哥哥你回来 再做决定 哦哦哦 是是 那么下一步呢 那就看哥哥您的了 您先别着急打仗的事 好好休息几天 咱们宠城 稳如泰山 亮江子牙 也功不破城啊 咱们好好记忆记忆 再开兵也不晚 哎 就怎么办 宠黑虎怎么想 怎么认为宠城没事 因此放开量 这酒就没少喝呀 喝完了 归府休息 他儿子宠英彪 多少日子没见着他爹了 当然得向他爹 禀报一些事情 也没回府 爷儿俩住在一块了 到了三更天之后 这爷儿俩才沉沉睡去 门外站着几十名亲兵 刚到三更天 可就坏了 突然发生了冰变 银安殿率俘是一片的火光 把窗户纸都照红了 把宠侯虎在梦中惊醒 这小子翻身坐起来 一看 怎么了 外面出什么事 宠英彪也坐起来了 光着脚下地把门开开了 一个亲兵满脸是血抛进来了 回军侯大事不好了 曹州兵造反了 把帅府包围见人就杀 已经被军侯的住处来了 胡说 曹州兵跟咱是一家子 他怎么能造反呢 军侯啊 您不信您去看看吧 正在这时 宠黑狐手下几万大将 明眉瞪眼 宠王进秦室 君侯 对不起点 你先受点委屈 把 各位别误会 各位 咱是一家人 对 是一家人才捆你的 把 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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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先 没有准备 树手下几万大将 手下的亲兵被人家杀的是一个也不胜 正在这时 宠黑狐 从外边进来 从外边进来 命人把灯光长得亮一点 来得他哥哥进前 大哥 这活是我干的 你 二弟 你 你疯了 我一不疯 二不傻 宠黑狐 你是我亲哥哥 不假 你干的都是什么事 根据你的所作所为 你已经丧失了人性了 我们老宠家 没有你这样的败家子 我跟你说清楚 我奉江子牙丞相所拆 我们两个内外合作 就想抓你 天一该着 你上的当 你死 也落个明悲鬼 现在 我就把你们爷俩 送到西齐大营 交江子牙处置 阿里呀 虫还有 闹了半天 你是人面受心的东西 你出卖你哥哥 你不是人 宠黑狐也不跟他计较 命人把他嘴给他堵上 到那第二天 曹州兵就占领了宠城 这宠黑狐父子 平常就不得民心 大伙提起来就恨 你看 作威作福 高高在上 到观响的时候 不观响 到发凉的时候 不发凉 咽过八毛 可扣军响 当兵的谁给他卖命 都恨死他了 一听说 他们爷俩就抓住了 大伙都乐了 好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刻没到 这老天爷总算争了眼了 活该 早就应该这样 没有一个人同情 谁来救他们 到正当午时 宠黑狐把他们爷俩打入秋车 大开东门 赶奔西齐营盘 江子牙得着禀报之后 亮全队应接 把宠黑狐 接近西齐的大营 设宴款待 宠黑狐一抱拳 成下 我感觉到非常惭愧 我们老宠家 除了这种败家子 我都难以在众人面前抬头 如今已经把元凶拿货交丞相罚落 好 军侯 你算立了大功一件 我看你不必难过 是 亲兄弟 你这么做 不了解内情的 认为你这人太狠 实质上 你是为国为民出害 这叫大义灭亲 名标清史 万事流芳 文王也在做 文王一开始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两天身体健好了 在旁边这么一听 怎么 宠黑狐 把他哥哥宠猴虎父子给拿住了 这玩意也太交代不下去了 他对宠黑狐的印象还挺不好 只是江子牙这么做了决定 牧一成舟 犯作手了 他反对也不中用了 江子牙 把宠家分辟生 把宠家父子 推出来 其实这爷儿俩是雄货 平日趾高气扬 欲试一筹莫展 现在变成截 现在变成截下囚了 这爷儿俩都卖不了布了 是家人给抬 宠黑狐 我根据他 我跟于谈你一样倒我在地高喊 高喊 饶命 哎呀 饶命啊 饶命啊 江丞相啊 不管我有千错万错 你还得情旨定夺呀 你现在不还是保商咒吗 没有咒王的旨意 你怎么能轻易罚落我呢 丞相高抬归手 把我送到京城去吧 我求求你了 嘿嘿嘿 重后啊 我就把你送进昭哥 按你所作所为 你也活不了 亡返徒劳 你还得受多少罪 干脆在这块我就送你升天吧 来呀 把他父子推出去 斩 一声令下如山倒 大将南宫科 提着重后虎 大将新甲 列着重英镖 就像托丝狗一样拽的英文 三声炮像是一刀斩气 把两颗脑袋给看下来了 军兵们拎着法计 往牌里一放 送到大营 行宠黑火和江丞相过目 这军兵单腿一跪 把托盘举过头顶 往前一递 别人没等的 文王在旁边坐着呢 这么一看 哎 我的妈呀 他从来还没见过这个 方才见还在对话 顷刻见脑袋下来 这妈 歇斯虎拉 呲牙咧嘴 毫不善忍呢 文王大叫一声是昏迷不醒 吓死我 江丝牙吩咐 把人头挂在外面室中 赶紧抢救文王 打这之后 这位文王是卧床不起 吃喝难下 江丝牙并没进城 告诉宠黑虎 宠城我们稀奇不战 你是宠猴虎的兄弟 这地盘里应归你 现在你就接管了 哎呀 宠黑虎推辞再三 最后江丝牙非把宠城给他不可 那么宠黑虎也就接受了 现在不但有了曹州 又多了个宠城 宠黑虎自然是高兴 回到城去出榜安民 老百姓各安生业 安协他不说 江上传令 得胜之兵奏凯昏西齐 这一路上 文王也没见好 等回到风景 病体更加沉重 全家人为这事 哭哭哭 你就请来妙手神医 也无法医治了 到入冬的时候 文王这一天突然惊善了 大家明白 这些灰光返照 这文王示意手下人 把他扶着坐起来 用俩枕头把腰给垫上 他穿着 请江上 另外 请散医生和大将南宫科 四贤八郡三十六街 时间不大人权到齐了 那院里是他九十多个儿子 都不敢进屋 静静的听他说些什么 江子牙走到病榻前面一看 文王都拖了相 知道这人完了 赶紧双膝跪倒 臣拜见贤王 起来吧 请平身坐下 江子牙坐到窗边上 君臣拉着手 文王未曾说话 眼泪飙下来 亲家 我 活不了了 我死之后 西齐的江山 就交付于爱情了 我只有一件事情 放心不下 我这白子当中 唯独我喜爱的是长子 可惜一靠死在赵哥 那么剩下这些儿子 哪个能接替我的地位 我一时犹豫拿不定主意 往丞相叫我 君侯啊 虽然说长公子命丧赵哥 二公子鸡发 乃有道明君 他得配天地 可谓西齐之主 是吧 传鸡发进殿 鸡发哭的 都成泪人了 赶紧从外面进来 跪倒在病榻前面 而参见爹爹 鸡发呀 方才丞相在我面前 举一件于你 为父死了之后 你就是西齐之主 但你年纪还不算太大 阅历太浅啊 为父放心不下 切记 我死了 你要听江丞相的 他就好比是你的父亲 如果 你要对他不尊重 为父死不明目 过去 和撒头 拜见雅父 而尊敌 鸡发哭着 跪在江子牙面前 嗑了啥想头 江子牙赶紧也跪下 那是君臣的关系 把鸡发给颤起来了 文王笑着点了点头 掩望南宫科和三医生 二位啊 数再来咱们君臣处的不错 你们二位乃是我的武功之臣 我死之后多有拜托了 愿你们跟江丞相同心同德 把咱们西齐治理的好一些 我也就放了心 不乎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呀 各位咱们再见吧 说完咽气了 多大岁数 九十六岁 哎呀文王这一死 整个西齐都震动了 老百姓哭哭 举哭七七四十九天呢 与此同时 他的继承人激发 升作七间殿 接管了大权 江子牙建议 文王不在了 二公子激发 应当自立为武王 将来不叫武王伐咒吗 就是激发 大周开国头一个天子 这个消息就传到赵哥了 赵王没事也看看编报什么的 思外的消息他也想了解了解 你看是什么 鸡昌死了 他儿子激发坐镇西齐 而且自称武王 这简直是非法之甚 看来他的确有不臣之心 早晚必反大伤啊 怎么办 应该马上调兵兵伐西齐 他把费众牛魂请来了 君臣商议多事 费众建议 陛下呀 不可及躁 那西齐 现在有精兵四十万 大将五十元 又有老匹夫江上为丞相 一手难攻啊 我们一共有大兵一百万 文太师带走多一半 还剩下几十万人呢 还要手把京城保护天子 余者十几万 分布在四乡啊 如果我们抽掉精锐 精师怎么办 天子有谁来保护呢 再者一说 虽然说激发自立为武王 有不臣之心 还为见他有其他的举动 如果陛下降一道旨意 实受他为武王以安期心 到那时 我看他就不至于起兵反伤了 爱情 我还要加封他为武王 这太有点憋气了 权益之计 那算得了什么呢 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西齐 不进兵啊 等将来咱们还过手来 再想对策也不为吃完 好吧 就按爱情的主意办 这周王还真发了道旨意 真就加封激发为武王 还送去不少贺礼 人们都感觉到奇怪啊 其实江子牙和武王全明白怎么回事 其实武王和江上那套明白 知道周王这是一种权术 腰买人心 干脆顺水推舟 上表称臣 也把他安抚住 我仍然是你臣子 但是暗地之中招兵买马 集草屯粮 仰精蓄锐 等到了关键的时候 起兵 攻打昭戈 他们是要互相利用啊 翻回头来 再说周王 一看周武王上表称臣 他这心才放下 好啊 还是费重游魂的主意 太棒了 又免去一场战争啊 我利用这机会 还得玩哦 人生几何 对酒当歌 要不及时行乐 死了太冤 这家老玩不够 正好这时到了来年的元旦 元旦大放假 文武百官过年 老百姓祝贺 那么按照当时的规定 文武百官给天子问好 是各府的夫人 都得给娘娘问安 得拜个年呢 刹那间这宫里头 就接应不暇了 打击是朝阳正宫 都得给他问安 他看我手本这个服 那个服 这个服 那个服的 什么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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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他一看 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 假释 进宫向的拜年 打击就想起恨黄飞虎的事 好啊 想当初你不应该用火龙飞 把我面门打伤 今天此仇可报 我找你的错找不着 我就从你的夫人身上下手 他才要陷害 武成王